中部地區 也就是頓巴斯地區的一個防禦 而這篇報導 它其實是引述 不具名的美國官員指出 烏克蘭的總統 澤倫斯基提出了這一項要求 但是這位官員並沒有透露說 到底會運轉多少量的坦克 還有這些坦克 到底會來自哪一些國家 這位不具名的美國官員表示 這些坦克能讓烏克蘭的軍方 對頓巴斯地區的俄羅斯目標 展開遠程的砲擊 而這也是俄羅斯戰爭 已經開打了超過一個月來 首次美國在這場戰事當中 幫助運轉坦克 也可能意味著戰爭 即將要邁入新的階段了 不過對此五角大廈還有白宮 都沒有相關的證實 以及相關的回應 還有要看最新的消息是 面對這個疫情升溫 其實不只是台灣如此 在大陸的疫情 也是持續的在蔓延 上海已經成為了 疫情的核心區了 連日我們可以看到大陸的官方 特別是在上海 很多的防疫措施是不斷的加嚴 統計在4月1號 大陸的本土確診是再創新高了 在上海的部分有6,311起 佔了整個大陸的本土病例 超過了60% 而其實在上海新國際博覽中心 緊急有一個隔離收治的點 包含像是上海的瑞金醫院 副院長就有表示了 其實跟當年的新冠疫情來相比 上海這次的疫情規模 比當時候武漢還要來得大 但是相關的疾病嚴重性 卻比當時的武漢還要來得低 那他也指出了 如果有很多無症狀的感染者 量太多的話 後續有可能會採取有條件的居家隔離 這個是最新相關疫情的一個報導 再來我們看到國內的部分 其實14個縣市 現在是不是真的已經淪陷了 而且還有見到新的變種變異株 這個部分就在於新冠疫情攀升 昨天一口氣在台灣本土 是新增了160例的確診 那境外遇入的個案數也有244例 都創下了單日的新高 其實這波疫情已經有14個縣市 都有確診的個案了 而且可能首度出現混合變異株XZ 這個變異株其實是最近在英國傳出了 檢驗出它是誰跟誰的混合體 它是BA1跟BA2的混合變異株 那專家觀察 其實這個XZ病例的發病時間比較短 但是它的傳播率是比Omicron高出一成的 那專家也認為 其實新的變種變異株 還沒有沉氣後 但必須要密切的來留意 所以接下來我們就要來觀察了 指揮官的態度是如何 陳時中就有表示 雖然最近我們可以看到 本土的疫情病例都有增加 但是在今年以來 其實國內本土個案 高達有99.78% 都是屬於什麼 都是屬於輕症 還有無症狀的感染者 目前也不會來升級 依舊朝向正常生活的方式 來進行防疫的努力 那至於確診人數攀升 在醫院相關收治的部分 會將輕重症 還有機場社區的確診個案 來進行分流 另外也要求北北基桃 這四個縣市要加開專責病房 各個縣市也要籌設 大概50間的加強版防疫旅館 這個是最新的疫情消息 的確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在昨天連續兩天 都是百例的本土病例 而其實在昨天新增了160例 這個個案是遍佈了14個縣市 本島目前的話 只剩南投是唯一的淨土 醫生就建議 可以透過升級兩週來觀察看看 但的確就像指揮官特別講的 目前是不會往升級的方向來邁進 清明廉價首日 本土在創新高增加160例 連兩天都飆破百例 近一週累計已破550例 其中新北市最多基隆市37例 桃園市22例 還有台北市台中市等等 遍及14個縣市 六都裡面 現在今天是沒有台南的 有五都都有 從年初至今 Omercon攻陷本島18縣市 直勝南投縣零確診 成為唯一淨土 前台大醫師臨時必認為 如果這次沒有壓下來 那也就是Omercon終於來了 但相信能度過難關 醫師神正南則提出 有在疫調與匡列 疫情就不會指數型爆發 不妨有限度升級兩個禮拜 兩個禮拜足夠限制一些 境內的這種感染 餐飲的問題解決 我想一般的人很同意 能夠達到第三級 我基本上是不準備 走向加強的路 那對於中重症的一個監控跟治療 是我們現在的一個重點 截至4月1日本土1370人確診 輕症無症狀占99.78% 隨著本土個案連兩天破百例 指揮中心宣布擴大醫療量能 台北 新北 基隆 桃園應變醫院 在三天內恢復開病床 總數的20%作為專責病房 每一個縣市至少要有50個房間 跟地方政府再來討論 隨中心跟松綁醫療收治分流 輕症65歲以下生活可自理者 送加強板急檢索 另外高齡中重者送醫院 良人一室收治不限家人或同行者 消息一出讓網友驚呆 指揮良人一間不就可以瘋狂連結 還不如在家自主管理 指周天姐 楊宗彥 台北報導 另外在新北市的部分 疫情也是持續的蔓延 那在昨天的時候是暴增了52例 是全國之冠 其中特別在樹林科技的廠區附近 超商的店員傳給了在三峽 某位國小擔任體育的老師的妹妹 導致有一所國小 兩所的國中 總共有18名的師生都染疫了 而且他還有帶相關的社團活動 跨校教學等等 專家認為這波傳播鏈 恐怕會越演越烈 經歷連假首日疫情 因此大爆炸 新北單日暴增52例 再創新高 其中按23396樹林科技廠區附近的超商店員 確診傳給了在三峽某國小擔任體育老師的妹妹 導致一所國小 兩所國中 共兩名老師 16名學生也染疫 三所學校緊急停課10天 體育老師一傳十八 尤其確診的多半是沒打疫苗的學童 也讓專家超緊張 體育老師不管是在教體育或者是上社團的課程 常常是不戴口罩又跨校教學會導致這個傳播鏈越演越烈 難以收拾 新北市針對國小防疫加嚴包括跨校大型活動暫停辦理戶外教學 秘履則滾動調整 而同樣燒個沒完的還有中和社區群聚再增7例 其中公寓住戶傳給悲同住家人 同學也中招 另外新增感染源不明的個案案23784 有症狀篩檢確診同住的家人 媽媽 兒子 女兒都染疫 從社區科技廠延伸到校園群聚 疫情連環報 擴大匡劣採檢 只盼盡早將黑數消滅 記者牛承林沛傑 新北採訪報導 在聊天室的各位 大家都說這疫情沒完沒了 真的很煩人 但除了煩人之外 真的要勤洗手 還要保護自身的安全 有任何的問題的話 第一時間趕快就醫 另外我們看到的是在桃園的這位舞蹈老師 他的傳播鏈也是持續擴大了 宜蘭縣再增了6名學童染疫 而其中家長的疫調沒有吐石 導致小孩就讀的小學緊急的全面篩檢 而衛生局也強調 這件事情一定會來進行開罰 不過吳道老師的這條傳播鏈 基因定序也出爐了 跟大潭電廠的序列是完全相同 指揮中心分析 有可能是在桃竹地區 有跟地緣相關的 但是還沒有被發現的個案 導致序列傳不過去之後 但先後的一個傳染順序 還沒有辦法確定 廉價第一天沒有出遊 家長帶著孩子到學校禮堂裁檢 宜蘭一口氣新增6位學童染疫 二采 陰轉陽確診 都曾經在五道教室上課 傳播鏈延燒已經造成四所學校停課 五道老師這方面 接觸的人相對比較多 這條傳播鏈當中 有一位確診的學童案23887 一位家長沒有如實告知足跡 直到衛生局調閱 五道教室的監視器畫面發現 這個學童曾經上課 導致就讀的小學全面緊急篩檢 如果真的是違反規定 我們一定按照相關 傳染病方針法加以開法 五道老師傳播鏈 擴及雙北 宜蘭桃園至少有15例確診 基因定序出爐 跟大潭電廠序列相同 他們之間看起來 並沒有直接有個案 是在這個職場 或者在這個教室裡面 直接有足跡或是相關 所以目前只能說 可能是桃竹這邊有地緣的相關 確診個案足跡 還燒進農委會五樓大禮堂 在週一的表演活動當中 確診者在台上表演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也出席 索性快篩陰性 但是農委會超過500位職員 都要快篩 五道老師傳播鏈擴散迅速 外界質疑是否跟室內運動 不用戴口罩有關 陳時中回應 考量部分運動的時候 可能有比較近距離的接觸 會研議是否調整相關措施 記者林醫生 李英偉 王一仲 台北宜蘭報導 我要謝謝圍棋 他說小碧早安 大家早安 抖累我們持續的支持 非常感謝你 一大清早的就來支持 中天的新聞 那也請大家持續的鎖定 0600還有0700的 中天整點新聞 冬天推薦大家這一台旺旺的 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買這一台 讓你的防疫可以更方便 更有力 而且就這麼一小台 不占空間 你要放哪裡都可以 放公司 放家裡 你看我們攝影棚裡面 就放一台 隨時直接生成 三分鐘 它就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神 你只要一瓶的電解液 它就這麼一小瓶 然後它會有使用方法 這一瓶的電解液 可以生成200公升的水神 要去哪裡買呢 上快點購的網站 就可以買到了 特惠組數量有限 大家要買要快 在高雄東南水泥的拆廠事故 現在要來追查事故的原因 還有涉案的人員 那檢警在昨天的時候 有通知現場的負責人 以及公安怪手司機 等四個人到案說明 警方詢問之後 依照公共危險罪 移送橋頭地檢署覆序 那根據了解 事後的時候 檢方又來傳喚了包商經理 還有公司負責人 以及某工程行的負責人 總共有七位 那經過檢方的漏頁偵訊 其中四位涉嫌犯了刑法 193條罪嫌重大 今天凌晨是將相關的負責人 還有經理各100萬來交保 現場負責人30萬元交保 而某工程行的負責人 則是60萬交保後後傳 在清明廉價前夕 這個東南水泥的舊廠 拆除工程發生了意外 其實導致雙鐵 不管是在高鐵的左營 還有台南站 都出現了交通中斷 也就是說這個在廉價期間 接駁完全是交通大亂的狀況 更有人從台北回到高雄 整整花了5個小時的時間 影響雙鐵12.6萬的旅客 高鐵左營站內排隊人潮 急得滿滿滿 大廳裡旅客大包小包 不少人返家掃墓形成大亂 東南水泥場施工意外 造成高鐵斷電列車開不了 台南左營兩大站 慢慢旅客得轉搭台鐵接駁 也擠到爆炸 甚至有人從白天等到晚上 人只有更多 沒有更少 都不發點了 什麼時候才是個頭 我就停在台南 那邊等了幾個小時 快餓死了 車上等很久 在車站造成的不便 我這邊表示非常的抱歉 影響12.6萬雙鐵返鄉旅客 交通部機道歉 更說要對廠商告到底 把責任全推給廠商 高雄市府更像把自己當局外人 公安問題出大包 但去年就曾發生異位的廠商 為何高市府直到現在才查 在野黨炮轟 高市府沒監督好 讓包商嚴重違規 難道不用負責 民進黨執政真的是太輕鬆了 發生了任何的事故 意外跟狀況 他自己全然不用負任任何的責任 竟然沒有任何一丁點 想要負責的感覺 這才是讓人所痛困 廠商把計畫室丟給你們 你們就完全都不管 高雄市政府完全沒有任何監督的責任 有沒有人涉嫌包庇廠商 有沒有人在中間做一些不法的舉動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做一些內部清查 兩年之內違規21次 那你高雄市政府在幹什麼 一場意外高鐵斷電交通接駁大亂 但政府難道雙手一推 一位切割包商就什麼都不用扛 記者台北高雄綜合報導 同樣在去年的清明節廉價 在4月2號去年的時候 發生了台鐵太魯閣號的事故 帶走了49條的人命 那為了要緬懷相關的罹難者 其實台鐵在2號晚間 台北車站有舉行了追思會 校園團體現場感人的歌曲 那追思會也邀請到 一年前參與搶救的相關機構來到場 罹難者的家屬在致辭的時候 也哽咽 希望能喚起政府對台鐵安全的重視 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到場 再次向受難者 還有相關的家屬表示歉意 並且會說記取相關的教訓 繼續往前走 而另外在於清明節的廉價 廉價的話我們可以看到了 在交通的部分 北部各地是出現了返鄉 還有出遊的車潮 今天廉價第二天 高工局預估在國道 全天的交通量會來到118萬車公里 那至於在平日的話 其實年平均88萬 88百萬車公里的話 在廉價期間還多了1.3倍 南向的交流量也可以達到 65百萬車公里 是平均的1.5倍 今天的話包含像是在國道5號 南北向在內 總共有7個容易塞車的路段 提醒大家要注意相關的一個安全 大家在想在武林農場的櫻花季盛開 前陣子也吸引好多人上山 但是有宜蘭就發現了 靠近的時候有限速只有30公里 一個不注意就被開了罰單 武林農場櫻花季 反對美景每年都會吸引大批遊客上山賞櫻 本來賞櫻回家心情應該相當愉悅 但宜蘭這位宋小姐 卻因為這張超速的紅單相當不悅 宋小姐說她每年都會固定和家人上山兩次 都沒有違規紀錄 但今年卻在和平中心路一段 發現了這30公里的速限標誌 還當場被拍 不只宋小姐也有遊客在這一段中獎 他們質疑這裡沒有學校也沒有施工 限速30公里根本不合理 根據統計這個路段在110年發生了 11件的交通事故476件的違規 但到了111年事故率明顯降低 也證明限速30公里的確發揮功效 並非刻意刁難搶錢 行進路段要乖乖踩刹車 別和荷包過不去 林醫生宜蘭綜合報導 大家不要忘了 如果你現在有親朋好友 還沒有看到中天新聞的話 要提醒她已經搬家了 我們在3月29號的時候 更換了新的網址 請大家幫我們把新的連結分享出去 或者有七招 不管是在臉書上面搜尋 還是相關在LINE的裡面 都可以看到中天新聞的新網址 請大家 告訴大家分享出去 看恐怖就是支持中天 請大家多多支持 愛心絕羅紅利 曾經是深愛如意的夫君 為何在婚姻裡 卻變成國情寡恩的君王 許多事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便罷了 這狗裡無休無止的猜忌爭鬥 算計匪大 確實讓人厭煩 皇帝是天子 他們永遠都不可能真正成為一個女人的夫君 與其看你如此瘋狂 壞人 不就廢了你 4月15日晚間9點 中天娛樂台如意傳 全球大視野頻道開會員囉 邀請全球大視野的忠實觀眾 前進戰略高地 和國際職守對決的忠實粉絲 正妹看世界的寶寶們 加入全球大視野頻道會員 每月固定小額扣款贊助 知識中天繼續做優質國際新聞與評論 請聽到全球大視野頻道 首頁右上方按下加入鍵 讓我們成為全球大視野Family 會員有無想福利快來加入喔 清明連假來到第二天了 大家最近想要去哪裡玩呢 是不是覺得怎麼每次連假的時候 天氣狀況都不是很好 特別在今天早上可以見到的是 下雨之外天氣明顯的變涼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去哪裡的話 記得一定要注意保暖 還要攜帶雨聚 因為這波的雨勢 其實來勢洶洶 有的時候忽大忽小 但是要提醒大家 今天的話有機會開始雨勢趨緩了 也就是再忍耐一天 明天的話整個狀況都會更明朗 更晴朗一些 我們可以觀察到的是 今天是清明連假的第二天 其實在清晨各地 都有明顯感受到這個氣溫 算是偏冷的 而且持續的下著雨 主要的話是在於今天持續的 是受到大陸冷氣團 以及華南雲雨區東移的一個影響 在中部以北 還有在整個東半部 其實整天都是處於一個比較 濕冷的狀態 低溫大概只有15到13到15度左右 最高溫也只有19度 其他的地區天氣也算是偏冷的 最主要的話是在16度到21度 提醒大家要做好保暖的工作 以及記得出門一定要攜帶雨具 而至於在水氣方面 北部還有東北部以及東部的地區 還有在中部的山區 其他降雨都是比較全面的 而且是持續的下雨 那氣象局也針對這些地區 發布了大雨特報 像是在北北基桃的部分 以及新竹縣 還有苗栗 台中 以及南投 花蓮 以及宜蘭都有出現 局部大雨的機會 所以提醒住在山區的朋友們 一定要盛防貪方 還有落石 這是在大雨特報 提醒大家住在相關地區 或者是你有要到這些地區 玩的觀眾朋友們 一定要期待雨具了 而其他地區的降雨機率 則是局部短暫 所以氣象局接下來也有發布 新的陸上強風特報 由於東北風偏強 桃園到台南的部分 還有像是東部 東南部包含像是藍雨 還有綠島 橫川半島 沿海空曠地區 以及澎金的地區的 觀眾朋友們要特別留意了 容易有9到10級的強震風 而這個東半部 包含像是藍雨 綠島 沿海都有長浪發生的機率 也提醒大家要特別留意 接下來的一個天氣變化了 而至於在未來的部分 我們可以看到 像這樣濕冷的天氣 觀眾朋友們好在 只需要再忍耐一天 因為今天的話 像是在台北 大台北地區 北部還有中部以及東部 依然是有雨的狀況 其他地區可以看到 是局部的短暫雨 最主要就是受到這波大陸冷氣團 還有華南雲雨區 東移的影響 全台是又濕又冷的 但是明天也就是禮拜一開始 這個大陸冷氣團終於減弱了 各地的話氣溫回升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這個溫度 有開始能見得到太陽了 白天的話也漸漸轉為比較舒適 比較溫暖的天氣型態 水氣大家比較苦惱了這個下雨的部分 水氣也漸漸的減少了 而在大台北還有東半部地區 依舊是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其他的部分可以看到是多雲倒晴 午後的話在中南部的山區 也有零星的短暫震雨 另外到了下週二 也就是從4月5號開始 清明廉假的最後一天 那個時候的天氣狀況是如何 下週二開始到週六 其實氣溫算是有每天每天的 往上升一點 水氣也比之前來得更少了 全台我們可以看到 大多的話是多雲倒晴的天氣 甚至東半部地區 還會有一些短暫震雨 那在下個禮拜二 北部山區還有一些局部的短暫震雨 明天開始到週四的晚上以及清晨 中南部地區可能會出現局部霧 或低雲的狀況 影響相關的能見度 所以提醒駕駛要特別留意 行車的安全 週六 週日 甚至是整個清明廉假 大家有沒有想好什麼樣的活動呢 記得要提醒大家的是出去玩 要注意相關的安全之外 我們這邊也有個小叮嚀 也就是在台南以北 記得要保暖還要帶雨聚之外 在東部以及離島部分有長浪 所以提醒在海邊要吸水的觀眾朋友們 真的要特別留意相關的一個安全了 大家這個週末 如果你覺得出去玩 好像天候狀況都不是很好的話 其實我們提供大家新的選擇 也就是歡迎打開Youtube中天娛樂頻道 大燜鍋懷舊趴持續的來登場了 週末一樣52小時不間斷 邀請您一起來回味全民大燜鍋 這個解嘲政治 還有開懷解悶的經典綜藝節目 我們接下來觀察的是新的娛樂消息 在黃紫嬌50歲的生日夜 臉書上面分享了賓客的照片 意外讓Selina男友是曝光了 而他在昨天錄影的時候 有公開跟Selina道歉說 不好意思 他當晚的時候跟Selina聊了很多 Selina反而過來安慰他 記者問到了Selina的婚期 是不是會帶男朋友來見習呢 黃紫嬌就大胡說 你們記者不要再害我了 現在就是希望他們兩個 好好的談戀愛 Selina的男友也非常的勾矣 把他當作公主再騰 大家都非常的滿意 首先我要跟Selina正宗的道歉 我跟你說 我那天這個整理照片花了四個小時 我想讓賓客趕快拿到高清的紀錄照 蓋刪的都刪了 還有更多超級清楚的照片 我都私底下送給他 突然間早上起床說 半夜怎麼會有新聞 原來那個某記者眼睛那麼尖 還好我跟Selina交情也不錯 他也很大氣 他也覺得說這樣子的一種命類的露出 也是一個緣分吧 真的很抱歉 因為我有跟Selina說 講了很多 那他反過來安慰我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奇怪了 那記者都在問你男友 沒有人在問小燕姐致詞講了什麼 沒有人問小燕姐送了什麼 我老婆送了什麼 整個失焦 就像他的臉一樣 失焦 那個男生的臉一樣 謝謝Selina的大氣 他也很OK 也祝他電影大賣 張作師幫他電影宣傳 沒有啦 不是見習婚禮 就是真的 老實講本來他沒有要來的 男生沒有要來的 後來是因為他們在上海被拍到了 所以我們就說 好啦 既然你也公開有男友了 就帶來吧 結果又被拍到了 然後我自己還手滑 一切都是命運的安排 我記得去年第一次見到的時候 就覺得非常的好 簡單講就是要疼Selina 這個是我們所有朋友唯一的要求 因為Selina是一個公主 你要好好的疼她 愛她 保護她 那這個男生也有做到 非常好 而且很高興 看完娛樂新聞我們來關注的 依舊是在疫情的部分 花蓮的慈濟醫院經爆了院內感染 花蓮昨天新增了五例確診 而其中三例的染源 都是兩歲確診的男童 其中一人就因為跟男童 在隔壁床而被感染了 住院之後 又傳給了其他兩名的避患 那確診的男童已經造成 慈濟醫院有四名的避患 三名的醫護還有三名的病患 總共七個人染疫了 而現在院內感染的狀況 其實非常的不樂觀 花蓮單日新增五例確診 其今醫院爆發院內感染 三例確診個案案23887 23880 及24022都是精神科病患 CT值分別是16.1 36.2和33 其中案23887在3月28號 與指標個案男童23740 在急診室時病床只隔一道牆 且由同一位確診護理師照顧 因此感染 住院後在病房的公共活動區域用餐 再傳染給另外兩名病患 那23877的病床 剛好跟23740 他們剛好在隔壁 相處了一段時間 因此而受到感染 另外兩個新增確診個案 一位是東吳大學的女學生 案23878CT值17.3病毒量高 3月30號回到花蓮後出現症狀 31號到診所看診沒有好轉 4月1號就醫採檢陽性確診 疫調時指數曾與新北市中和公寓 群聚案確診者足跡重疊 另一位則是大榮物流的貨物整理員 案23879CT值31.2 因為要陪太太生產主動到醫院採檢而確診 感染源不明 我想他應該都是一個 在社區一個不明的傳播鏈 造成他以前發生感染 或是現在發生感染 花蓮衛生局匡列55人居家隔離 28人自主健康管理 此外高雄新增感染源不明的確診案 24017 3月25到3月28號在花蓮旅遊 4月1號發病CT值15.9 傳染力超強 令人擔心的是 他幾乎把花蓮致命今天走了一圈 研判是在社區內感染 面臨院內感染 社區感染 和染源不明的三重危機 花蓮艷然成為疫情災區 記者劉錦焦張志仁 花蓮報導 疫情關注的焦點還要來看到的是 基隆的部分 在這個銀河小吃店的群聚 再增了42名的個案 到目前為止 這個小吃店的群聚案 已經累積了157人確診 蔓延到外縣市的染疫者 也多達了30多人 這個確診數可以說是 不斷的在往上攀升 但是推行的類普塞 其實引發了外界很多的質疑 也引發了很多的關注 擔心這個篩出的爆量 超過了後勤的能量 至今都還沒有定案 這個接下來類普塞的狀況 要往哪裡來走 恐怕這個疫情 短時間內也不會消停 廉價熟至基隆社區裁檢站 人潮寥寥可數 但疫情還沒降溫 獨條戰鏈依舊難止 其中基隆銀河小吃店群聚 又增加齊名確診 並有35例蔓延到外縣市 累積已有1507人確診 基隆某場所的相關的 有42例 我現在仍然在增加 比較多的是在家戶裡面 另外基隆警局也在增4人確診 都是3月24號表揚餐會 延伸出的感染案例 算第二波的感染 是在警察局的職場內部 他在就是每天的盡控中 他快篩陽性 送PCR檢檢確診 基隆2號新增37名確診 還包含重用營疫科大 新北序工作移工 台中婚宴 房仲群聚等染鏈 而其中基隆中正區一處工地 尚未確定染源的群聚案 至今也已有9人染疫 而基隆疫情稍不停 指揮中心想推行的類普篩 至今只看得到快篩季 實質細節卻屈屈每一案 分區域 分類別 規劃時序 避免外災陽性爆量 超過我們後勤的一個能量 方針還得討論再討論 但恐怕跟不上病毒 傳播速度 只能掩開疫情繼續蔓延 藉朱丁榮 黃天耀 張美姿 採訪董 類普篩其實現在外界的質疑 就是你這個類普篩的方向 還有方案到底要往哪裡來走 防疫學會理事長王仁賢 就痛批了指揮中心 為了要趕快找出 這個基隆的感染源 用了不是加強版的抗原來做普篩 那偽陰性的狀況會不會太高 要觀眾朋友們怎麼樣來相信 而說是類普篩 倒不如說是不倫不類的狀況 我們來聽聽看他怎麼說 醫療人員是絕對反對普篩 普篩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病的人也要篩的意思 在醫療單位 醫療單位都是看病的 所以有病在篩 這個才是正確的做法 所以我說普篩是公共衛生的名詞 普篩的話他要幹什麼 就是要探底 探這個地區的底到底有多少 所以要探底的話 基本上要用的是抗體 而不是抗原 抗原的話也有個辦法 就是說像現在基隆這個做法 基本上就是要探基隆的底 這個是所謂的熱田普篩 這個不是真正的普篩 是對熱區的地方 我們就給他大量的猜查 他把基隆變成整個都是熱區 是這樣來探的 所以他才叫 他才勉強湊火叫做普篩 否則根本不能叫普篩 那在這種情況下 他用的就是抗原 但是抗原的話 我們這邊指的是PCR 為什麼不能用這個 現在做的是抗原 這種抗原在指揮中心裡面 他早就給他批判成一無四處 為什麼 因為他有很多的偽陰 什麼叫偽陰 就是出現了陰以後 他就不能相信 他是偽的 是這樣叫做偽陰 好 那我們來看 現在在基隆 到底他是陰的多還是陽的多 當然陰的多 哪有基隆說35萬人 都是35亂陽 他最起碼他90%以上 都應該是陰 這個時候陰你塞出來 你用這個方法去塞 塞出來這個陰以後 你到底要不要相信 你35萬塞出34萬 是陰的話你怎麼辦 你重塞是不是 開玩笑 所以這種做法基本上 不能用在這樣子的範圍內 他一定要用PCR PCR陰就是陰 陽就是陽 他很少偽陰偽陽 這個才能這樣用 所以說這種塞法 基本上他的適應症也不對 另外他的基本上他的做法也不對 所以他根本不能叫淚補災 他叫做不倫不淚的補災 現在疫情真的拉緊爆了 大家防疫還有相關的消毒 都一定要準備好 因為現在這個不只是 本土的疫情爆發 相關的不管是在防疫旅館 還有環保人員進駐 有噴灑漂白水來消毒 其實即便這樣 還是會有染疫的一個風險 特別在於消毒水 因為他的味道比較刺鼻 有可能會造成呼吸困難 還有暈眩 還有四肢無力等等的情形 曾經有人三度的來送醫急診 現在的話 我們就要來跟大家推薦水神了 水神的話 其實是你吃飯之前可以噴 在外出的話 當然也要記得 攜帶水神在身上了 其實我們看整個中天攝影棚 還有我們的辦公室座位 其實全天候這個水神 都是開好開滿的 因為水神是環保 還有最有效的 這個旺旺水抗菌液 它在這個物化器裡面 噴的相關的清消 非常的安全 也不會來傷身 主要的話 水神裡面的成分 它是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 溫和不刺激 再來幫大家科普一下 其實水神跟病毒 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那不會殘留 也不會有相關的一個環境污染 一天使用千百次 也不會刺激皮膚 對於兒童 孕婦 也通通適用 所以旺旺水神不傷人體 也最能有效的來進行環保 還可以幫助空氣來進行清消 環境的清消 也都可以來靠水神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你是常常外出在外的 搭車 搭捷運 搭大眾交通工具 或者是上班通勤等等 長時間在外 或是會跟人與人之間接觸的話 隨身都記得要來帶水神了 單瓶怕你買不夠 所以現在的話 我們有推出這個水神的生成機 乾脆自己回家去做 然後可以過正常的生活 因為旺旺水神會是大家最好的 防疫小幫手 上哪裡買呢 可以輸入我的推薦代碼 小畢的推薦代碼是 CTI008 都會有相關的折扣 這個是防疫的訊息 也提供給觀眾朋友 我們來進行參考 至於現在行政院長蘇貞昌 他其實有拋出了 防疫跟經濟要來並行的這件事 他叫做什麼 他叫做新台灣模式的防疫戰略 可是這個就被台北市長 柯文哲打臉了 他在2號的時候批評 香港就是想要戰略共存 那戰術的部分 卻是想要清零 結果你看死傷有多慘烈 這個狀況 其實柯文哲表示 不可能你每天入境的確診人數量300例 結果你中央再來要求 台灣的境內要來清零 他認為這個是戰略上面的矛盾 與其搞政策上面的新名詞 不如告訴大家 現在的防疫狀況到底要怎麼做 那新北市長侯友宜也呼籲中央 一定要趕快定調 到底是要與病毒共存 還是要清零 地方才能好執行 最新的狀況還有在最近可以看到 本土的疫情確診數是不斷的增加 那相關的口罩規定 卻沒有來鬆綁 所以在歌壇天后張惠妹的部分 睽違七年重返了台北小巨蛋 但是卻被爆料了 在VIP的包廂有人脫口罩來喝酒 這件事情到底要不要開罰呢 台北市長柯文哲表示 就交給衛生局來處理 而他也自曝這在29號有出席 繞進活動的晚會 上台唱歌沒有戴口罩的 這一件事情已經超出了 已經去超商繳了3000塊 但繳完之後 還是要請中央相關的來說明 我跟你講算了 那只是小編的創意 我那算來算去我也算不出來 不想算 這個泰南一下子戴一下子不戴 但是這樣盡量 這個有時候只是 這只是苦手就好好玩 但是這樣 戴口罩緊急保持社交距離 就這樣 可以的話還是打疫苗 我跟你講 其實我們很清楚 我們疫苗到現在打一打 也不知道80%而已 還是20%還沒打 所以現在什麼時候該戴口罩 什麼時候可以不用戴 你還是罰不前途 盡量 盡量 就是跟不特定人士 還有一點 你要不戴口罩 你先打滿三劑的 你才有不戴口罩的權利 再過幾個月 我應該講其實我這樣 防疫是每個國民自己應盡的義務 坦白講我也不太贊成說 打一針疫苗給他1000塊 拜託打疫苗是你 保護自己保護別人 還好還好你還倒給1000塊 這實在是 所以同樣那句話 每個人為自己的行為負責 這樣就好了 所以 所以你會開罰嗎 我看看 我剛剛說看看 不過我自己的話 已經繳了3000塊了 你繳3000塊 我昨天就去繳那個超商繳了 市長在他們也唱會違規的民眾 所以到時候會開罰嗎 你有為了 這個我還是給衛生局去處理就好了 如果您家裡是 比如說開小吃店的 或者是有一些餐廳的 有客人會進進出出 或者是 您可能是加盟 像是餐飲業 或者是像飲料店 都非常需要水神的生成機 讓您可以大量的使用水神 包括像是美容美髮 美甲電 賣場 工廠 食尚郵局 通通都很適合 因為要長時間保持 是消毒安全的狀態 等於說在防疫期間 用量會比一般的時間 來得更大 這個時候您需要方便的補充 就需要在我旁邊這一台 旺旺水神 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了 這個生成機 會讓你的防疫變得更方便 而且這樣小小的一台 不佔空間 比家裡的飲水機 再小一點點 所以其實放在辦公室 家裡 房間 客廳 飯廳 都很適合 那麼這個三分鐘之內 就可以生成4公升的水神 一瓶方便使用 而同時想告訴您 現在如果您下訂 您就會獲得價值將近 6000塊錢的水神物化器 同時還會送您4瓶電解液 記得要打這個推薦的代碼 就是讓您可以打折的代碼 CTI 717就會有非常棒的優惠 現在有快6000名的線上網友 來跟我們一起聊新聞 來一起互動 的確大家對於這個中央的防疫 到底是要清零 還是要全部的來做一些相關的篩檢 其實現在感覺方向還滿不確定的 大家也都很擔心 現在的話我要先感謝稍早的時候 許許如生加會員15個月 他說小畢早安 第一次晨報很穩 加油 也謝謝你們的支持 還有鼓勵 有任何的狀況都歡迎大家 持續的來聊天室裡面留言 跟我們來做互動 我們來觀察的是在政治新聞的部分 台北市議員羅志強原本計畫 昨天早上的時候要來宣布 參選桃園市長 可是在凌晨2點的時候 卻緊急的喊咖 向來力挺羅志強參選的黨內同志 議員游淑慧他說 其實在羅志強宣布要取消之前 有打電話給他 透露接到黨主席朱立倫的電話 要求他要暫緩宣布停止直播 等等相關的規劃 那羅志強其實也有在臉書上面說 1號的時候有晚上跟主席朱立倫 打來的時候肯談談了將近3個小時 內容的話包含像是桃園局勢的看法 以及要求廉價期間 不要對外來發言 給大家一點時間來沉澱 羅志強就感嘆了 自己不是扭捏之人 一波三折也不是他所願 但是身為國民黨的一份子 必須要尊重整體的戰略 努力讓黨不要來陷入紛擾 可是現在根據羅志強身邊的 有人強調 現階段還不會打消 羅志強的參選決心 國民黨最重要的是團結 每一位國民黨優秀的同志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這個黨會越來越好 羅志強是國民黨的戰將 戰將就黨一定會有 最適當的戰場 讓羅志強來發揮 我也特別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在最需要的地方 最適當的時候 全力拼戰 就是一個很有智慧 又強的一個決定 所以我相信志強一定會 做出有智慧又強的決定 我們已經說過了 桃園沒有任何分裂的本錢 我們一致應會秉持科學的民調 再加上地方協調 最後我們全桃園一定會團結一致 共同慎選 我們團結都不一定會慎選 但是如果不團結 就絕對沒有希望 所以我們一定會團結慎選 謝謝 但是喊咖這件事情 也讓整個國民黨 他們在桃園市長的布局 陷入了困局 現在黨內還出現了不同聲音 有人建議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乾脆來轉戰參選高雄市長 那對此 其實國民黨相關的人士指出 對羅志強來說 不管是桃園 不管是高雄 都屬於艱困的選區 那國民黨在桃園市 有強大的陸軍 議會黨團席次接近一半 甚至掌握了議長的寶座 所以在桃園市長候選人的部分 必須要來跟地方做結合 至於羅志強 應該怎麼樣思索 結合空軍跟陸軍 否則的話打仗會相當的辛苦 網媒上報在2019年底的時候 報導中國時報要來停刊這項訊息 抗議反滲透法三讀 旺旺中石集團與董事長蔡衍明 認為這個報導不實 提告上報求償500萬 台北市地院斟酌忠實 並沒有在反滲透法通過之後停刊 任地上報是報導不符合事實的 而且也沒有進到合理的查證義務 判決上報跟撰稿記者都要 還有相關的總編輯要連帶賠償蔡衍明 20萬元並且移除報導的網址 全案仍然可以上訴 這個是相關的一個訊息 提供給觀眾朋友們參考 誇張的標題引社國台辦動員中國時報停刊 抗議反滲透法三讀引爆 旺旺中石集團董事長蔡衍明不滿 認為報導不實求償500萬 並要求登報道歉 經過三年審理台北地院終於還他公道 判決上報葛總編輯謝忠良 專稿記者求配分應連帶賠償蔡衍明20萬元 並移除報導網頁 只罰20萬真的是太輕了 這等於是向天下來宣告 你只要有了20萬 然後你就可以無中生有的造謠 污衊抹黑任何一方 然後要讓這個消息至少延燒了三年 三年大家都被這個錯誤的消息 給認知作戰所欺騙所隱瞞 三年之後才有所謂的真相大白 這個判決我認為還是非常的不公 因為罰得太輕 這20萬對上報這樣一家媒體來講 根本也是不痛不癢 你要報導你要有可靠的消息來源 那不能道聽途說 不能憑自己的議測 去做這樣的一個判斷 法院審理法官認為 反滲透法2019年12月31號 制定隔年1月15號公告施行 但中國時報並未如上報報導停刊 上報報導明顯與事實不符 記者也未盡隔離查證義務 法官據此認定 上報不法侵害蔡衍明名譽權 把人抹紅在台灣 就是一件政治正確的舉動 把你抹紅之後 好像你自己就站在道德制高點上 可以對人予取予求 我覺得這是台灣非常惡劣的一種風氣 可是沒辦法 因為整個政府正在鼓勵這樣做 所以很多媒體也就有樣學樣 跟著爭先恐後去把人抹紅 這在台灣是一個非常惡劣的發展 雖然全案人可上訴 但殘送三年的官司 總算有了判決結果 只是也難免讓人遺憾 在台灣要抹紅無辜國人 竟然如此輕易 結果綜合報導 請大家告訴大家 中天的網址有換了新網址 新的包廂 請大家如果最近有聽到身邊的親朋好友說 看不到中天新聞的 記得把這個網址直接丟給他 請他來加入我們的線上報新聞行列 另外我要來謝謝佳龍 他說小畢早安安加油 晨報辛苦了 大家最近在防疫的部分也辛苦了 我們一起來對抗相關的病毒 也做好自身的防疫安全 接下來我們來聚焦的是在 俄烏局勢的部分 這次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其實已經超過了一個月的時間了 針對在新加坡的部分 也向俄羅斯祭出了制裁措施 跟歐美國家可以說是步調一致 在東南亞地區 其實算是還蠻罕見的 對此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 他在1號的時候明確的強調 這件事不是選邊站 新加坡選擇的是捍衛 基本國際原則以及國家利益 他說如果你在這個時候 沒有挺身而出的話 有一天當你需要幫忙的時候 那又該怎麼辦呢 這個是他的最新說法 還有在俄烏戰爭進入到了 第二個月超過一個月的時間了 那歐美對於俄羅斯的制裁 其實是不斷的加碼 但是現在也引發了 歐洲的通膨狀況持續的加劇 各地我們可以看到現場 大家搶糧搶物資 因為東西如果你現在不買 恐怕明天再買的話 又是一個新的價格了 而另外在俄羅斯的方面 雖然政府他們保證說 國內不會出現 糧食短缺的問題 但是俄羅斯的民眾也很恐慌 都搶往市場 搶買糖 沿一些民生物資等等的 我們來看一下這則報導 火車旁大排長龍 看不到隊伍末端 俄羅斯民眾高舉鈔票搶買糖包 搶購糧食畫面還不止如此 民眾簇擁而上 瘋搶推車中的糖 俄羅斯面對空前制裁 經濟受到影響 導致民眾恐慌 封屯民生用品 不過克里姆林宮掛保證 糧食絕對不會短缺 同時也決定反制國際制裁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 俄國安全會議副主席 梅德維杰夫表示 俄羅斯未來只會向友好國家 供應糧食以及農產品 事實證明 糧食是我們無聲的武器 無聲但強大 其實除了俄羅斯 全球各地都出現糧食危機警訊 英國名菜鮨魚薯條 也難逃只剩薯條的窘境 俄羅斯供應英國四成的魚貨 加上烏克蘭 是全球最大植物油出口國 數千家鮨魚薯條店受到衝擊 歐洲各國面臨通膨困境 不只德國通膨率 達到40年來新高 西班牙的通膨率也比去年大增9.8% 一間賣吉拿棒的當地店家 更因為植物油短缺 物價上漲幾乎無法存活 拜登吹噓美國勞工市場從疫情中復蘇 失業率已經下降到疫情爆發前的3.6% 不過美國通膨指數仍然是40年來最高 NBC最新製作的民調中 拜登目前的支持率掉到上任以來最低點 只有4成美國人認同他的表現 美國接連對俄羅斯出擊 但制裁這把雙面刃 卻也同時揮向美國自己 記者劉家宇報導 未來要反制西方國家的制裁 從4月1號開始購買俄羅斯的天然氣 都必須要以俄羅斯的貨幣 蘆布來進行支付 否則的話就會終止相關的合約 我們知道其實在歐洲的部分 他們天然氣的需求 很仰賴俄羅斯 大概有三分之一 都來自於俄羅斯進口 所以在法國還有德國兩國 恐怕會遭遇到天然氣 隨時被斷氣的準備 另外的話我們可以看到 在美國總統拜登禮拜二 白宮要跟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 進行雙邊會談 李顯龍說希望拜登深化 跟中國大陸的關係 但是跟其他國家強化的關係 李顯龍跟拜登的對話 是不是話中有話 很多精彩的內容 我們就一定要來看 有新聞 有情調 每個禮拜一和四晚上七點半 台灣大叔所頻道 不見不散 我懷孕了 是真的嗎 老婆 志明最喜歡的還是爸爸吧 那當然了 妻子的媚悍 之前我就跟你說過吧 那兩個人好像小金認識 紳士的謊言 爸 為什麼要這樣對叔叔 不會的 志明是我的兒子 屬於他的 其實不是他的 我會跟志明離開這個家 我絕對不允許你這麼做 我要殺了他 中天娛樂台 週一至週五晚間六點 太陽的季節 親密連假的第一天 在台中的太平區 就經傳了 有兒子殺媽媽的一個悲劇 這個兒子 他是罹患思覺失調症的 40歲成性男子 涉嫌持刀狂砍母親 62歲的母親 母親被發現的時候 其實是倒臥在客廳滿身嗜血 根據警方獲報之後 趕到現場 母親其實已經死亡 超過了半天了 員警破門 進入到房間裡面的時候 就看到這位 情緒比較不太穩 有世母嫌疑的 幻覺思覺失調症的 成性男子 他是呆坐在床邊的 把他帶回來偵訊的時候 成性男子與無倫次 無法接受相關的一個偵訊 所以只好先介護送醫 全案依照殺害直系血清 尊親署罪來偵辦當中 還有消息是在台中的部分 豐原發生了魯仁案件 在1號的凌晨3點多 25歲的成性男子 他因為不滿女友提音分手 想要跟對方單獨見面 來挽回這段感情 但是湯姓女友 帶著兩個閨蜜現身 男友卻把人強行的拉上車 我們可以看到動作 是非常的粗暴 甚至連車門都還沒有關好 就已經把車給開走 凌晨3點多 想把女子靠近白色轎車 這時候駕駛座下來一個男子 想把人給拉住 我剛剛壓上車 即使女生前百個不願意 但男子依舊連拖帶拉 想把人給擄上副駕駛座 動作十分粗暴 都塞的耶 對啊 然後等一下會車門開著就開走 為了限制女生行動 男子自己從副駕駛座 爬到駕駛座 硬是把車門關上 一旁朋友想開門救人 但男子還是鐵了心 猛踩油門 就是他走住我們店裡面 都被壓上車 然後朋友就趕快衝進來 跟我們講說他朋友被壓上車 他們可不是仇家關係 而是曾經的甜蜜情侶 23歲堂姓女子 跟25歲成性男子在一起半年 但後來覺得個性不和 提分售 家住北部的男友 跟女友約在台中風源的 一家網咖前 想挽回感情 卻是用了最壞的方式 全案依刑法 304條 妨害自由罪嫌 以請台中避檢署偵辦 堂姓女子的兩個閨蜜 目睹恐怖過程 急忙報警追人 嫌犯自知逃不過了 帶著女友主動投案 最後恐怖情人被韓送罰辦 兩人的感情真的再也回不去了 記者連日清理雲傑 台中報導 為了要推動接受烏克蘭的難民入境 在日本方面正在商討相關的一個狀況 那在日本政府的專機 抵達了烏克蘭鄰國波蘭 可以看到當地的難民 要跟他們來進行對談 有沒有意願 要讓難民共乘相關的專機 5號的時候會來返回日本 最新的狀況 我們將持續幫您來掌握 那還有一個訊息 就是在中歐峰會的部分 現在要用視訊的方式來舉行 大陸領導人習近平強調 針對俄烏戰爭 大陸一直是以自己的方式 在勸和談 前立委指出了相關的關鍵 帶您來聽 基本上習近平講的語言的內涵 跟歐洲人所講的語言的內涵 差距很大 習近平這番話有點像說 我們要講究 理義廉恥四為八德 你看他講的都是國際法上 很高層次的一個理念 也講的是國際經濟秩序 跟國際道德上很高的要求 意思就是說 你們選邊站搞個老半天 你也沒有辦法把俄羅斯 給消滅掉 你們說要把普廷拉下來 這個也不可能做得到的事情 你這樣一纏都要纏了幾年 意思就是說 倒楣就是你歐洲 他只是繞著圈子講 什麼要亞歐大陸持久和平 亞歐是誰 就是俄羅斯 歐洲是誰 對不對 就是這些歐盟這些 最倒楣到那個德國 更不用講其他的國家對不對 你還鼓勵他說 歐洲要發揮主導作用 剛剛賴教掌講得很清楚 你有主導作用嗎 就是你沒有 習近平有點繞著彎子罵人 就是像孔老虎子在罵什麼子貢 那種語氣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我不曉得歐盟人不一定懂得 中國式文化 繞著圈子教訓人那種吊吊 像剛才代曉碩還有主席提到 自主對華認知 你幹嘛跟著美國屁股走對不對 自主的對華政策 你根本就是美國的哈巴狗 講難聽的這樣子 不過歐洲其實滿值得同情的 歐洲如果從經濟體來講 他數一數二 數一數二 然後這個經濟體也有編了很多 國防預算 但是國防預算是交給美國去花 這很怪 這一點像什麼 以前大家可能複習大家的歷史 有個提洛聯盟 就是以雅典為首 雅典自稱民主國家 要求旁邊的民主國家 都跟他配合組成一個提洛聯盟 然後搞到最後大家繳了錢以後 雅典說不能放在提洛島這個金庫 金庫要扳腿我雅典 然後你們以後都聽我的 如果不聽我的 你就是不民主 跟現在的美國翻版一模一樣 歐洲實際上被綁上 美國這條戰車上面去 問題 美國人不受傷害 可是問題歐洲 就要受到很大的困擾 所以在這裡他是勸說 大陸的立場不可能跟歐洲一樣 你在表達這個訊息 意思說你們已經被綁在 美國這條戰車上面 總該有人當公卿 當和四老 你說德國方便做和四老嗎 法國現在可能也不太方便了 誰能方便 找土耳其嗎 土耳其其實也OK 但土耳其有實力嗎 這問題在這裡 你要找人當公卿 你至少要找比有蓋師對不對 你找我們三個幹什麼對不對 所以在這個問題上面 大陸保持就是說 我要勸和 意思是我願意當公卿 只要你們大家都同意 我願意做和四老 你們只要大家不反對 以前講得很清楚 重點是這一次的中歐峰會 為什麼會開 因為歐盟撐不下去了 他以前找配合美國 要打壓中國說中歐什麼協議 投資協議我們把它擱置等等 現在怎麼樣 現在沒錢了對不對 苦哈哈了 想一想說 我俄羅斯賣不掉的東西 要轉賣到中國對不對 我的訂單俄羅斯不見了 或者俄羅斯現在天然氣漲價了 下一波就是糧食漲價 糧食漲價更影響到平民 現在要來求中國 要不然歐洲人這個時候 怎麼擺下身段 美國又不干預 讓你開什麼中歐峰會 意思很明白 現在開始求中國了 頻道看到毛球烏托邦按訂閱 讓滿滿的毛球 溫暖療癒你的每一天 我是林曉玲 全球正經珠寶 每週六日最新總體經濟趨勢 報給你知道 咱是跟資金有關的這個市場 都會收縮 所以房屋市場也是一樣 明年的利率是絕對高於它 所以明年應該 它最後它的確率是2.8 歐洲絕對是 二物產生最大的受害者 掌握金融脈動 世界局勢變化 我是馬凱 我在全球正經周到 請教官跟大家分享一個好消息 頭條開獎頻道 已經突破百萬訂閱 感謝全球網友的支持 讓我們更強大 許多的網友引緊期盼 而我們正式宣布 頭條開獎頻道 開會員囉 邀請您加入會員 成為頭條好學生 頭條自由生 或是頭條模範生 家會員這是頭條開獎 一起成為最有影響力的 華文心事女 大家早安 歡迎來到早上七點的整點新聞 我是碧倩涵 現在如果看得到我們主頻道的觀眾朋友們 記得檢查一下你的讚有沒有按讚 因為我們換了新包廂新的連結了 所以提醒大家這個按讚的動作 檢查一下不要幫我們 miss掉了 那如果你最近有親朋好友都跟你說 他看不到中天新聞了 我們提供了七招告訴大家 其實可以很快的來搜尋到我們的新包廂新連結 不管是直接在Google上面搜尋中天新聞直播 又或者在中天新聞的官方帳號 還有快點TV的app 以及快點TV的網站 還有中天新聞的置頂貼文 這裡面都可以看到 其實最快的方式就是直接去問 已經看得到我們直播的觀眾朋友們 請他丟連結給你 加入我們直播 也持續要來觀察最新的時事脈動 記得按讚還要訂閱 並且開啟小鈴鐺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關心的是 高雄東南水泥廠拆除的公安意外 其實壓毀了高壓電討 導致在清明連假期間 其實在雙鐵的部分有停擺 預估有12萬以上的民眾 他的返鄉之路受到了影響 而經過地檢署的漏夜覆蓄 相關的負責人還有經理 分別都以100萬元來交保 負責拆除作業的吊車司機 則是無保請回 詳細的狀況我們連結記者謝淑雅 好的 主播各位觀眾 畫面中可以看到造成這次東南水泥廠拐案 意外的窘得營造負責人和經理 快步走出高雄橋頭地檢署 面對鏡頭他們不願多談 高雄一號發生水泥塔倒塌 意外壓毀高壓線路 造成台鐵高鐵停擺 估計有12萬名旅客受到影響 經過專案小組調查發現 窘得營造並未按計劃逐層往下拆 而是用鐵球垂擊18層樓的高塔 進行一次性的拆除作業 僅僅昨日約談承包商 答案說明並要求相關人到地檢所付訊 現在帶你來看 稍早訪問 經檢查官論 附訊是以涉犯刑法違背建築訴成規罪 令被告營造商的理性負責人翁信經理 分別以100萬元交報 吊車工程的業性包商以60萬元交報 公立現場零性負責人以30萬元交報 另外王信曾信兩名公安負責人 還有曾信吊車司機則是無保請回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主播 至於這個巨塔到底為什麼會倒塌 是不是跟拆除時候很多的步驟 你沒有按照原本的策略來進行 才會釀成意外呢 我們現在就來幫大家整理 其實有四大的公安違規 包含像是在塔內的原料 其實沒有完全的卸除 再加上這個塔上的機具 也沒有拆除完畢 就直接來動工了 那相關的人員 他也擅自了變更相關的一個施工法 以及沒有做好相關的防護措施 這一些都是釀災的一個關鍵 所以在高雄市政府的部分 他們說是像砍樹般的便宜形勢 的確是如此 因為在PPT上面也引發了熱議了 有網友說為什麼怪手司機會先知道 然後先跑了呢 這個打上一個很大的問號 都需要來再釐清調查的 還有就是網友質疑 無線電有呼叫司機快跑 這個訊息到底是從何而知的 恐怕都要依賴檢調來持續的觀察 因為我們可以來看 其實施工的計畫書 照理來說這麼大的一個塔 它應該要由上而下 而且使用大鋼牙來逐層的拆卸 那實際的狀況到底是如何 反而是相反的 它是清道式的一個工法 先弄倒之後 再來碎裂相關的結構體 所以這個也就是釀災的一個關鍵 那到底在清明廉價這一段期間 這個水泥廠舊廠在拆除的時候 公安發生了意外 其實剛剛我特別點到了 很多的交通都大打劫 接下來要究責誰呢 因為有民眾從台北要回到高雄 整整花了五個小時的時間 高鐵左營站內排隊人潮 擠得滿滿滿 大廳裡旅客大包小包 不少人返家掃墓行程大亂 東南水泥廠施工意外 造成高鐵斷電列車開不了 台南左營兩大站 滿滿旅客得轉搭台鐵接駁 也擠到爆炸 甚至有人從白天等到晚上 人只有更多沒有更少 都不發臉了 什麼時候才是個頭 我就停在台南那邊等了幾個小時 快餓死了 車上等很久 在車站造成的不便 我這邊表示非常的抱歉 影響12.6萬雙鐵返鄉旅客 交通部機道歉 更說要對廠商告到底 把責任全推給廠商 高雄市府更像把自己當局外人 並沒有按照我們的核准的 施工計畫書施工 是屬於重大的違規 民眾的不便跟屬失 市政府也絕對會告到底 休堂到底 公安問題出大包 但去年就曾發生異位的廠商 為何高市府直到現在才查 在野黨炮轟 高市府沒監督好 讓包商嚴重違規 難道不用負責 民進黨執政真的是太輕鬆了 發生了任何的事故 意外跟狀況 他自己全然不用負任任何的責任 竟然沒有任何一丁點 想要負責的感覺 這才是讓人所痛困 廠商把計畫書丟給你們 你們就完全都不管 高雄市政府完全沒有任何監督的責任 有沒有人涉嫌包庇廠商 有沒有人在中間做一些不法的舉動 你們是不是應該要做一些內部清查 兩年之內違規21次 那你高雄市政府在幹什麼 一場意外高鐵斷電 交通接駁大亂 但政府難道雙手一推 一位切割包商 就什麼都不用扛 記者台北高雄綜合報導 相關的一個規劃 其實也讓立委批評這個應變 官方的應變是不是荒腔走板 前天受困高鐵的民眾黨立委 陳其露他就說 這件事情其實凸顯了 政府在穩定交通系統的機制 還有防災的應變能力 都是荒腔走板的 他們處理的狀況非常的不充分 那根據了相關的報導 像是台灣鐵道國土規劃學會 就表示了 其實初步測量工地 工他的位子距離50公尺 就會碰到台鐵的側線 距離100到150公尺 可能就會危害雙鐵的正線列車 還好這次沒有列車通過 否則又會是一次重大的交通事故 那交通部不知道 還有沒有很多的工地 會危害乘客的安全 甚至在全國各縣市的公務監理部門 定期還有臨時檢查 到底有沒有做呢 國內的疫情持續的升溫 昨天境外加上境內 總共有404例的確診病例 包含像是160例的本土確診 還有244例的境外移入 凸顯了現在疫情算是非常的緊繃 這個在機場落地採檢陽性的人數 也達到了186人 這三項紀錄都創下了今年以來的新高 那疫情指揮中心昨天也公布了 新的分流政策 包含像是醫院收治的原則 還有擴大醫療量能等等的心智 都希望趕快把疫情給hold住 受到控制 不過現在雙北市長都喊出了 要中央說清楚講明白 到底是要清零 還是要跟病毒來共存 否則的話地方在執行上面 會有非常大的一個出入 因為我們就這次疫情黃燒的縣市之一 在新北市的部分 昨天暴增了52例 是全國之外的確診數 其中在樹林科技廠區附近的超商店員 傳給了三峽某國小 擔任體育老師的妹妹 導致有一所的國小 兩所的國中 總共18名的師生都染疫 而且他還有帶相關的校外活動 專家認為這條傳播鏈 恐怕會越演越烈 清明廉價首日疫情這大爆炸 新北單日暴增52例再創新高 其中按23396樹林科技廠區附近的超商店員 確診傳給了在三峽某國小 擔任體育老師的妹妹 導致一所國小兩所國中 共兩名老師16名學生也染疫 三所學校緊急停課10天 指導了很多的班級 也很多的學校 國小沒有打疫苗 更謹慎嚴格的面對這一波 方列了535個人都在採檢 體育老師一傳十八 尤其確診的多半是沒打疫苗的學童 也讓專家超緊張 體育老師不管是在教體育 或者是上社團的課程 常常是不戴口罩 又誇校教學 會導致這個傳播鏈 越演越烈 難以收拾 新北市針對國小防疫加嚴 包括跨校大型活動 暫停辦理戶外教學 臂履則滾動調整 而同樣收個沒完的 還有中和社區群聚再增7例 其中公寓住戶傳給悲同住家人 同學也中招 另外新增感染源不明的個案案23784 有症狀篩檢確診 同住的家人媽媽 兒子女兒都染疫 從社區科技廠延伸到校園群聚 疫情連環報 擴大匡列裁檢 只盼盡早將黑數消滅 記者 牛承林沛傑 新北採訪報導 另外桃園的疫情也是持續的來升溫 昨天又飆了有新增22例的確診個案 其中我們可以看到在電商群聚的部分 是增加了10位 更驚爆的是新增的 幾乎都是幼童 從年初到現在 其實桃園已經有18間的學校 都有傳出確診的病例 民眾是人心的惶惶 那在廉假首日 冒雨搶篩 擠爆了篩檢站 結果沒想到市長鄭文燦 语出驚人的說 像這樣破百例的確診 未來可能是常態 台中科博館緊急清宵 連小小麵店都不敢放過 因為台中市區遭桃園電商群聚 確診母女三人啪啪走 清明廉假第一天桃園就暴增 22例確診 就怕病毒上升 民眾挫著膽 擔心 現在人越來越多 這幾天確診的人數太多了 當然擔心人家都不會來了 畢竟小朋友沒打疫苗 會這麼擔心小朋友 就是因為桃園電商群聚來到33人 2號再標實力 緊爆幾乎都是幼童 包含反美員工女兒 曾去畫畫的美術就是增加兩人 兩名確診員工的征服 以及其中一人女兒就讀的 衛理幼兒園增加三人 還有這名員工在親子課程 接觸的三人也染疫 電商群聚在家時 幾乎都是幼兒確診 比較多的都是在一些幼兒園 家人裡面又有這樣子的 相關的人員 電商工作室傳進幼兒園 桃園民眾人心惶惶 清明廉假首日 頂著第一問風雨搶篩 快把篩檢站篩爆 就是因為桃園至今 多條染源不明 年初到現在 已有18間選校淪陷 即便2號發布了6項校園新規定 但鄭文燦欲出驚人 百人以上確診 可能在未來經常會看到 社區潛在傳播鏈 恐怕多點爆發 染源查不出還坐等 百人確診成為常態 不僅幼兒園 連壽山高中老師 學生也新增三人確診 不明感染 一再冒出被動防疫 已讓桃園疫情煙燒不停 記者 桌球製展楊中聖黃玉蘭 桃園台中綜合報導 桌球好手林雲汝 她剛結束了在卡達的WTT球員明星賽 那在1號的時候搭飛機 從泰國轉機回台的時候 卻在抵達桃園機場 進行落地篩檢驗出了陽性 確定了是確診染到了新冠肺炎 那桌球協會的秘書長葉國欽 她也說 林雲汝在昨天 二次採檢的結果呈現陰性 假設今天也就是4月3號 採檢的結果仍然是陰性的話 她就可以解除隔離 台北市新增了18例的本土確診 分布在8個行政區 還有一名新北市的確診護理師 就在台北市的醫院上班 而面對現在中央喊出了新的名詞 新台灣模式 要防疫跟經濟來並行的話 其實台北市長柯文哲 他表示非常的不OK 最主要的話 他認為在政治上面 有太多的名詞 你倒不如讓中央說清楚講明白 現在這個新台灣模式的內容 到底是如何 新北市長何友宜也狂問中央說 這個病毒共存還是清零 你必須要說清楚講明白 台灣本土確診持續飆高 台北市2號新增18例本土確診 分布8個行政區 可怕的是還有新北市新增案例 在台北市的醫院上班 證明新北確診護理師 3月28號採檢陰性 4月1號出現喉嚨痛症狀 最後採檢陽性確診 面對疫情持續升溫 新增院長蘇貞昌這時 卻拋出新台灣模式 讓防疫經濟並行 但雙倍市長齊開轟 政府就不要拐彎末將 他每天要發明新名詞 我都不曉得那個新名詞 比起在政治上搞新名詞 不然就講清楚 新台灣模式是怎樣 你把那個內容講清楚 有標題沒有內容 誰曉得在講清楚 疫情拉警報之際 台灣清零還是共存 就怕政策矛盾 只會讓疫情更失控 這個疫情在台灣本土內部 慢慢會散開 不可能每天入境200個 甚至以後300個 然後要求說 台灣本土境內清零 這是戰略矛盾 要維持到多少 是大家可以接受的 所以戰略要清楚 不要重蹈香港的負責 戰略跟戰術互相矛盾 政府邊境管制要鬆綁 如果未來每天確診數 將破敗怎麼辦 那還是小case 幾百例對台灣有什麼影響 就算有感染 就慢慢燒這樣 千萬不要說一下子 不過一天確診20萬 那時候也沒有什麼防疫專責旅館 感染就在家裡自己喝白開水 就這樣 面對狂燒的疫情 就怕中央戰略不清 目標是什麼也捉摸不定 反讓疫情大失控 最後害慘百姓 這個楊超離學 SNG小組 台北報導 推進給您看到這一台就是 能夠及時補充抗進液的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它大概就是一個飲水機的大小 那你放在桌上 放在店面 放在家裡 其實都不會太佔空間 而且三分鐘可以生成 有四公升的水神 那麼一瓶的電解液 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神 完全讓你能夠應援客人 員工整個空氣的需求 比買單瓶更方便 同時更加的實用 現在如果你要購買旺旺水神生成機 中天新聞的觀眾 是有獨家的好康 數量有限 請大家要賣要快 最新消息的部分 帶您來觀察的是在俄羅斯跟烏克蘭 他們雙方談判有最新的進展 烏克蘭談判代表透過 和平條約草案的進展程度 足以讓俄烏兩國的領導人 進行直接的協商 而根據了解 除了在克里米亞立場之外 其實現在俄羅斯已經接受了 烏克蘭整體的立場 至於接下來俄羅斯的總統普丁 還有烏克蘭的總統澤倫斯基 最有可能會在土耳其舉行會晤 以上是最新訊息提供給觀眾朋友們參考 因為現在俄烏的戰事 已經進入到了第39天 可以看到整個在烏軍的部分 他們是宣布收復了基輔州所有的屍土 那在歐洲最大的扎波羅結核電廠附近 爆發了相關的抗爭 烏克蘭的民眾上街抗議 俄國占領軍 那遭到了強力的驅離 烏軍預估俄軍接下來會加重在 烏東以及南部的攻擊 而馬力波就成為重點指標 這是烏克蘭東邊城市安赫德 也是歐洲最大核電廠 扎羅波結的所在地 民眾上街抗議俄軍佔領 遭到俄軍使用輕型火藥驅離 俄軍並且朝民眾開火 造成數人受傷 而俄軍正自烏克蘭首都基輔州邊地區 北部城市切尼科夫快速撤退 隨後無今宣布 所有基輔州的領土已經被收復 從附近城市阿爾平可以看到 被俄軍攻擊後的慘象 許多被收復的城鎮是橫屍片也慘不忍睹 小城不查的街道放眼望去都是屍體 甚至被發現一個280人的亂葬坑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發表談話表示 俄軍雖然撤離 但是卻在製造一場徹底的災難 他指控俄軍以屍體 還有廢棄的房屋設地雷的陷阱 地雷遍布整個區域 烏軍預估接下來 烏克蘭東部南部附近 會有激烈的戰鬥 尤其是馬力波 馬力波目前仍有16萬人受困城中 紅十字會 持續設法安排人道撤離 但是因為沒有得到安全保障 進展並不順利 俄軍也對外宣稱 新一波的攻勢摧毀了 烏克蘭67處軍事標的 顯示俄軍已經改變戰術 因此烏克蘭接下來有可能 必須面臨更多不可預測的攻擊 記者綜合報導 提醒大家3月29號的時候 我們中天新聞已經更換了新網址 所以約先32萬的按讚數 又瞬間歸零了 提醒大家到了我們的新連結 不要忘記記得按讚還要分享 保護中天讓更多人跟我們 繼續成為監督政府的力量 接下來幫我看完廣告 回來之後有更新的新聞要告訴您 看廣告就是支持中天 請大家多多支持 沒有人說要在家裡拍一張 拍在狗馬上老公拍一張 可是我們都試過這麼多次了 真的可以找回阿公的味道嗎 對啦 你都看我這麼大 你現在想要翻雞 就是你是大雞 在家裡 你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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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家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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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醒大家 如果來到新網址的話 檢查 你有沒有按讚 現在在線上有7000多位的觀眾朋友們 跟我們一起來7點的整點新聞 歡迎大家持續的來鎖定 廉價期間也可以來跟小畢分享一下 有沒有什麼地方是你要去玩的名單呢 現在中天新聞轉型新媒體已經一年了 先感謝大家的支持 因為有你們中天變得更強大 即便面對到很多的打壓 但是還是秉持著媒體的良心 持續說真話挖掘真相 現在需要好朋友們加入中天的會員 不管是每個月小額的75 200 1000都有讓大家可以選擇的方案 讓中天繼續為您發聲 我們接下來觀察的是相關的新聞 在桃園市盧竹區仁愛路三段 在昨天中午發生一起嚴重的車禍 可以看到一輛貨車在下坡過彎的時候 疑似車速過快 可以看到撞上了旁邊的護欄 整台車四輪朝天翻落到洛樹旁邊的溝徐 那很多的駕駛還有乘客 其實一度的受困 經過了搶修之後 駕駛送醫之後仍然傷重不治 而乘客則是受到了重傷 停雨路花駕駛開車行進彎道 只見對象小貨車車旋嚴重傾斜 下一秒虛空自撞護欄 正輛車反覆摔路路旁勾曲 小貨車四輪朝天 車尾嚴重扭曲變形 貨品四散 就連方向導引標誌牌都被撞斷 駕駛和乘客一度受困車內經銷趕緊救援 出動吊車搶救 但駕駛被救出時已經沒有呼吸心跳 送醫後仍宣告不治 乘客則身體多出受傷 現場因為地形地物 再要執行車窩救助相當不容易 廢了大概90分鐘 將兩位患者就順利脫困 事發就在桃園市盧竹區 二號中午小貨車載滿飲料 行進整礙路三段下坡固安時 疑似車速過快 加上車輛負重等因素 直接撞上紐澤西護欄 整輛車騰空飛起 反裸大水溝 釀成一死一重傷 目前警方也將持續調查 詳細血骨原因 解留置長黃天耀 張美子採訪不懂 今天是七明連假的第二天 其實在清晨各地 還是可以感覺到 這個氣溫是偏冷的 而且還在下著雨 最主要的話 今天仍然是受到了 大陸冷氣團 還有華南雲雨區 東移的影響 所以在整個中部以北 以及東半部地區 整天都會是濕冷的狀態 低溫要提醒大家 只有13到15度 最高溫也只有19度左右 其他的地區天氣也是偏冷 那16度到21度 提醒大家一定要記得 做好保暖的工作 至於在水氣的部分 北部還有東北部 東部地區 以及中部的山區 降雨的狀況是比較全面 而且是持續的 氣象局針對這幾個地方 發布了大雨特報 可以來觀察的部分 像是在北北基陶 還有新竹縣 苗栗 台中跟南投 以及宜花 都有局部的大雨 那發生的機會 也提醒大家 住在山區的朋友們 一定要盛防貪防 還有落石 其他地區的降雨 可以看到是比較局部 而且是短暫的 提醒大家出門的時候 一樣要記得 雨具膝帶好 另外的話 氣象局也發布了 陸上強風特報 由於東北風偏強 所以在桃園到台南 還有東部 東南部 包含像是蘭嶼 綠島 橫春半島 沿海空曠的地區 還有在離島的部分 澎湖跟金門 比較容易出現 九到十級的強陣風 東半部 包含像是蘭嶼跟綠島 沿海都有長浪發生的機會 提醒大家要記得 特別的留意 至於接下來 天氣的變化會是如何 我們說這個濕濕冷冷的感覺 大家只要再忍一天就好了 因為明天開始就會恢復比較溫暖 而且不會下雨的天氣型態 我們先來看一下 在4月3號禮拜天的部分 也就是今天 其實在濕冷的狀況 在北部 中部還有東部 仍然是有雨的 其他地區在局部 還是會有短暫雨的出現 主要的話就是受到大陸冷空氣 還有華南雲雲區 東移的一個影響 全台都是這樣濕濕冷冷的 明天也就是禮拜一開始 好消息要告訴大家 可以出遊去玩了 大陸冷氣團減弱 所以各地氣溫是回升 白天你可以感覺到 比較舒適溫暖的天氣型態 那水氣也漸漸的減少 在大台北地區 還有東半部地區 仍然會有局部的短暫雨 其他部分則是多雲到晴 那在午後 中南部山區 會有零星的短暫正雨 至於到了下個禮拜二 也就是廉價的尾聲 4月5號開始到4月9號 禮拜六這個溫度 是每天每天都會來明顯的回升 水氣也在進一步減少了 各地的話大多為多雲到晴 剩下東半部地區 會有局部的短暫雨 下個禮拜二 北部的山區 也會有局部短暫雨的狀況 提醒大家明天開始 到禮拜四的夜晚清晨 中南部地區比較容易有局部霧 或者低雲的狀況 會影響到能見度 所以提醒開車或是騎車的駕駛 都要特別留意相關的一個安全 最後我們來個提醒 提醒大家台南以北 記得保暖保暖再保暖 因為以今天來說的話 還是會呈現一個比較濕冷的狀況 好天氣會到明天才開始 那東部離島都比較容易有長浪 所以提醒大家沿海的居民 必須要留意自身的安全 烏拉娜拉清英 太后刺名如意 為了一生一次心意動的愛情 情深無悔地忍受恭為禁錮 定下名位高低 這六宮的紛爭 才算是開始了 我倒要看看 皇上是厭惡本宮 還是更厭惡你 本宮是皇后 坐在了你最想做的風味上 你仔仔細細地想明白了 四月十五晚間九點 中天娛樂台如意傳 感謝林慧香 斗內我們 持續支持我們 非常感謝你的支持 那也祝你連假度過一個美好的假期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有江振雄 他加入了言論自由民主制衡我加一 感謝你加入中天的會員 也提醒還沒有加入中天會員的觀眾朋友們 趕快選擇你每個月很OK的方案 持續支持我們成為監督政府的力量 因為我們接下來可以看到 在本土的疫情暴增 其實又遇上了清明廉價 這個無法擋住相關的出遊潮 所以在墾丁舉辦的台灣祭 進入到了第二天 其實在現場有吸引三萬人次湧入 墾丁大街也是擠爆了 一旁的防疫志工真的是忙翻了 因為他們要不斷的提醒民眾 千萬不要忘記實聯制戴好口罩等等 而另外在屏東的東港 華僑市場的美食攤也擠爆 滿滿的人潮都要來排隊 大家一定要特別留心相關的一個安全 那至於在小琉球的部分 也被遊客塞爆了 當地的導遊預估 一天登島就會突破兩萬人 墾丁大街人潮大爆滿 仔細看不守遊客邊走邊吃 排隊也沒保持好社交距離 廉價出遊潮 宛如擠沙丁魚 利編台灣籍更是萬頭攢動 人潮從傍晚持續湧進一路 嗨到晚上 吸收三萬人次湧入現場 本土疫情升溫 還是難以阻擋民眾出遊 水魚片現切做成沃壽司炙燒 陶客沒一口鮮甜美味 或許其餘黑輪炸得酥脆 肉質Q彈 連假首日的東港華球市場 湧盡各地人潮 每一攤都在排隊 人很多人 車位是有點難找 東港老字號肉貴 古早味鮮甜湯頭 陶客絡意不絕 家日比較多 快清清點叫人都比較多 東港人多 小流車店家被擠爆 東流線船班幾乎斑斑客滿 遊客塞爆後船式 交通大肚色 人群密密麻麻 出遊不免擔心 群聚便破口 出門之前發現 疫情升溫有點擔心 但是因為我們都打疫苗了 我們是一年一度的家旅 所以我們也沒有打算要取消 這個家族 我們是會怕 廣義家船公司 一天就能輸運2000人次 小流丘導遊預估 廉價首日 等到破2萬人 假以軍名火雞肉飯 早上7點一開店 就忙到停不下來 店內坐滿滿 店外大批偷客還在等 想吃大約得等半小時 下雨天氣又變涼 另一家砂鍋魚頭 也大排成龍 外帶內用都要排 一排20分鐘起跳 連假首日 各地都是人 無論吃什麼都要排隊 就做不到 疫情的部分 這次延燒的地區就在基隆了 所以醫生提醒大家 用餐的時候 要把握哪一些原則 我們先來談一下 在基隆小吃店群聚 昨天的時候是再增了42例的確診 也就是說小吃店已經群聚 累積了157例的確診 指揮官陳時中說 現在還不敢掉以輕心 可能還在持續的增加當中 至於被外界討論度很高的 基隆類普篩現在官方的政策 到底是如何呢 第一的話 鼓勵不強制 第二 只通報陽性 第三的話 以快篩陽來處理 但是現在要提醒大家的是 恐怕這個類普篩 還有很多的一個討論空間 因為如果要做到 基隆市36萬的市民都做的話 可能難度相當的高 所以接下來醫生就要說了 你怎麼樣用餐要自保 要防護自身 一個相關的安全呢 我們可以看到這位醫生 他是胸腔劑重症專科醫生黃軒 他說不管是在餐廳內 還是在廁所 都要注意相關的一個消毒的安全 那最主要的話 用餐的原則 我們要再提醒大家一次 六大的用餐原則 包含像是實名制 量體溫 還有在離席前一定要戴上口罩 也就是除非你在吃飯 否則其他的時間提醒大家 口罩要戴好戴滿 還有在用餐前後必須要消毒洗手之外 卸下口罩的時候必須要安靜用餐 也就是你不要跟旁邊的人不斷的交談 不斷的聊天 還有在踏出餐廳之後 必須要再次的洗手 這個是來自專家的一個建議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現在疫情升溫 是還蠻嚴重的 那至於在基隆的部分 剛剛有特別提到 就是這個銀河小吃店 昨天的話累積 現在已經有157例的確診 而且這個小吃店的足跡 還蔓延到其他外縣市 染疫者可能也多達30多人 確診數還在持續的增加 不過現在中央推行的類普篩 恐怕篩出爆量 也會超過後勤的能量 現在還沒有做相關的定案 恐怕疫情短時間都不會消停 廉價熟至基隆社區裁檢站人潮 聊聊可數但疫情還沒降溫 獨條站連依舊難止 其中基隆銀河小吃店群聚 又增加齊名確診 並有三數例蔓延到外縣市 累計已有157人確診 基隆抹藏所的相關的 有42例 現在仍然在增加 比較多的是在家戶裡面 另外基隆警局也再增4人確診 都是3月24號表揚參會 延伸出的感染案例 算第二波的感染 是在警察局的職場內部 他在就是每天的監控中 他快篩陽性 送PCR檢檢確診 基隆2號新增37名確診 還包含重用營疫科大 新北市工作移工 台中婚宴 房仲群聚等染鏈 而其中基隆中正區一處工地 尚未確定染源的群聚案 至今也已有9人染疫 而基隆疫情稍不停 指揮中心想推行的類普篩 至今只看得到快篩季 實質細節卻趨趨趨美定案 分區域 分類別 規劃持續 避免快篩陽性爆量 超過我們後勤的一個能量 防針還得討論再討論 但恐怕跟不上病毒傳播速度 只能眼看疫情繼續蔓延 這個類普篩還沒有下文 恐怕對於接下來的防疫 大家會覺得有點愛手愛腳 因為還不知道中央的政策到底是如何 所以現在防疫學會理事長王任賢 他就批評了指揮中心 為了要趕快找出基隆的感染源 用了不是加強版的抗原來做普篩 這個未陰性的狀況太高的話 要大眾如何的來相信 而且說是累普篩 倒不如說是不倫不累 我們來聽聽看他怎麼說 醫療人員是絕對反對普篩 普篩的意思就是說 沒有病的人也要篩的意思 在醫療單位 醫療單位都是看病的 所以有病在篩 這個才是正確的做法 所以我說普篩是公文衛生的名詞 普篩的話他要幹什麼 就是要探底 探這個地區的底到底有多少 所以要探底的話 基本上要用的是抗體 而不是抗原 那抗原的話也有個辦法 就是說像現在基隆這個做法 基本上就是要探基隆的底 這個是所謂的熱田普篩 這個不是真正的普篩 是對熱區的地方 我們就給他大量的猜查 他把基隆變成整個都是熱區 是這樣來探的 所以他才勉強湊火叫做普篩 否則根本不能叫普篩 那在這種情況下 他用的就是抗原 但是抗原的話 我們這邊指的是PCR 為什麼不能用這個 現在做的是抗原 這種抗原在指揮中心裡面 他早就給他批判成一無四處 為什麼 因為他有很多的偽陰 什麼叫偽陰 就是出現了陰以後 他就不能相信 他是偽的 是這樣叫做偽陰 好 那我們來看 現在在基隆 到底他是陰的多還是陽的多 當然陰的多 哪有基隆說35萬人 都是35萬陽 他最起碼他90%以上 都應該是陰 這個時候陰你塞出來 你用這種方法去塞 塞出來這個陰以後 你到底要不要相信 你35萬塞出34萬 是陰的話你怎麼辦 你重塞是不是 開玩笑 所以這種做法基本上 不能用在這樣子的範圍內 他一定要用PCR PCR陰就是陰 陽就是陽 他很少偽陰偽陽 這個才能這樣用 所以說這種塞法 基本上他的適應症也不對 另外他的基本上 他的做法也不對 所以他根本不能叫淚補塞 他叫做不倫不淚的補塞 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原本要宣布參選桃園市長 結果在凌晨的時候喊咖了 因為他表示接到了朱立倫主席的電話 兩個人談了將近三個小時 朱立倫告訴他 針對桃園局勢的看法 那朱立倫也有對此發表最新的說明 聲談之後到底狀況是如何 帶你來聽 國民黨最重要的是團結 每一位國民黨優秀的同志 我們大家一起來努力 這個黨會越來越好 羅志強是國民黨的戰將 那戰將呢 就黨一定會有最適當的戰場 讓羅志強來發揮 那我也特別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在最需要的地方 最適當的時候 全力拼戰 就是一個很有智慧 有強的一個決定 所以我相信自強一定會做出有智慧又強的決定 我們已經說過了 桃園沒有任何分別的本錢 我們一定會秉持科學的民調 再加上地方協調 最後我們全桃園一定會團結一致共同勝選 我們團結都不一定會勝選 但是如果不團結就絕對沒有希望 所以我們一定會團結勝選 謝謝 黨內現在甚至有不同的聲音 國民黨的部分 有人建議台北市議員羅志強 乾脆來轉戰參選高雄市長 而對此國民黨人是指出 其實對羅志強來說 不管是桃園還是高雄 都屬於艱困的選區 國民黨在桃園是有堅強的陸軍 因為掌握了議長的寶座 那在桃園市長候選人的部分 必須要跟在地來結合 羅志強應該要來思索 怎麼樣結合空軍跟陸軍 否則會相當辛苦 民進黨在2024的總統人選 現在也是逐漸的白熱化 因為之前在副總統陳建仁入黨之後 攪亂了一池春水 被視為是副總統賴清德最強的對手 兩個人恐怕會演變成相關的大位之爭 黨內的狀況是勢均力敵的 那相較 陳建仁有陰系的加持 賴清德從四大公投出訪 宏都拉斯聲量都積極的攀升 兩個人可以說是逐漸的白熱化 也暗潮洶湧 高雄鳳山區文龍東路上面的透天民宅 在今天凌晨4點多的時候發生大火 起火的原因在一樓 但逃生路線疑似有受阻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畫面中可以看到透天民宅內 竄出大量農煙 由於起火點在一樓客廳 暴安屋主受困在四樓動壇不得 消防人員到場趕緊時 破壞氣鋸開鐵捲門 拉水線入內灌救 並駕踢到四樓將民眾救出 可以看到 民宅一樓被大火燒的焦黑神明廳 全毀被燒個金光 直動屋子內農煙密布事件相當模糊 屋主睡夢中被農煙嗆醒 受到不少驚嚇 索性受困人員 都順利救出沒有傷亡 現在帶您來看 現場訪問 我們到現場有四名民眾在四樓受困 我們立即破門 破門 用切割器破門入市 我們從隔壁把他引導下樓 這起火警發生在高雄鳳山區 文龍東路上的透天民宅 在凌晨四點多的時候傳出火警 消防人員貨報立刻前往灌救 到場時一樓客廳部分 已經全面燃燒 屋主逃出時表示起火點 有可能是一樓神明廳 目前警銷已經入內進行火調 詳細起火原因有代理清 以上是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消息主播 要推薦給大家使用我們這一台 旺旺水神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的生成機 這一台其實非常適合 不論你是日常家庭使用 又或者是你家裡頭是開門做生意的 有很多防疫需求的話 都非常的適合 因為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的大小就是一台飲水機這麼大 放在任何地方都很省空間 而且短短三分鐘就可以生成四公升的水神 一瓶電解液可以生成兩百公升的水神 完全可以來支付你日常的防疫需求 而且是比購買單品來得更便宜更方便 好 告訴大家這一台機器哪裡購買呢 像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就能夠買得到 這個地方有QR Call 水神大家都知道使用起來抗菌溫和不刺激 一天你用兩百次也是沒有任何問題的 比酒精來得更安全 同時也比漂白水來得更環保 好 現在我們有優惠我們中天的網友 購買生成機 送你物化器 還有四瓶的電解液 這個其實數量有限 提醒大家要買要快 客服專線 0800 660 608 中天觀眾獨家享有好康優惠 輸入賣玉潔推薦代碼 CTI 321 還另外享有折價優惠 現在在線上有7000多位的觀眾朋友們 一起來跟我承報 來看我播新聞 掌握一下時事的脈動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另外我也要感謝剛剛有抖內我們的陳玉珍 他說主播早安 大家早安 追求真相 堅挺中天 非常感謝你的抖內支持 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可以在綠界抖內 持續的支持我們 成為監督政府的力量 有相關的訊息 也歡迎大家在聊天室裡面 告訴我多多的跟我們來做互動 接下來我們要來關心的是 在俄烏局勢的部分 CNN引述了 烏克蘭的檢查總長說法報導 有一名失蹤 將近三週的烏克蘭攝影記者李文 證實已經在基輔附近不幸的死亡 那這名攝影記者李文 他是烏克蘭的紀錄片還有製作人 在烏克蘭的總統幕僚表示 李文是在3月13號的時候 失蹤在基輔州的衝突區 遺體則是在4月1號的時候 被人家發現了 那很不幸的是 根據烏克蘭檢查署的初步調查結果 這名記者身上有中了兩槍 那烏克蘭的官方認為這個是俄軍開槍 不幸罹難的李文 現年才40歲 他育有4名的子女 在生前為烏克蘭還有國際媒體工作 但是也在這場戰爭中不幸的罹難 但也不否認 時事評論員賴岳謙老師就分析了 會用這種態度來回應 那相關的狀況又是如何呢 老師認為這個就是承認 承認的話就是犯下了戰爭罪 攻打這個油庫 這個要查 為什麼呢 如果說他是烏克蘭所為的話 烏克蘭沒有對俄國宣戰 沒有對俄國宣戰 就直接攻打俄國 還有就是直接攻打俄國的民間的 這些油庫 也就是說對於民用的設施進行攻擊 這違反戰爭罪 這個就是違反戰爭罪 不宣而戰 這個是違反戰爭罪 所以為什麼澤倫斯基他不敢說 是我幹的 然後也不說不是我幹的 這個部分裡面是因為他如果承認 這是他幹的 那就是違反戰爭罪了 因為你對另外一個國家不宣而戰 這個是國際法上是不能接受的 有人就問說 你俄國不是去攻打烏克蘭嗎 也是不宣而戰 俄國人一直在強調說 這是我講是俄國人的強調 1450你們自己看你要怎麼解釋 反正俄國人他的強調是說 我沒有發動對於烏克蘭的戰爭 我這個是印盧干斯克跟頓內刺克 這兩個共和國的要求 因為盧干斯克跟頓內刺克 這兩個共和國 我已經承認他 他是兩個共和國 我承認他 我跟他簽訂了合作協議 我簽訂了相互保障協議 我履行條約 也就是這兩個共和國 被烏克蘭的亞素營的民兵 還有就是納粹攻擊 他要求我履行條約 那也就是跟北約一樣 所以我為什麼會一直強調說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同盟 他並不是符合國際法的軍事同盟 因為他是個別簽的 個別簽的 只要北約的哪一個國家被打 他的第五條的條約 就是說你別的國家 就可以一起來跟他打 這是規定 但是他們是這個是一個 有點你把它形成一個邦害一樣 他就說我履行我的軍事同盟條約 同樣的道理 俄國也說 我履行我的軍事同盟條約 因為我應這兩個共和國的要求 所以我履行 我跟他簽訂的條約 我履行我的簽訂條約 所以我打進去 我再強調 那就跟北約是一樣的了 你就不能夠去指責 也就是說 如果北約的國家被攻擊 美國出兵 你不能指責美國 如果你指責美國 如果你指責美國 你就可以指責現在的俄國 你就可以指責以後的美國 你這樣懂我的意思了 好 這個才叫同意標準 如果說你今天不敢指責美國 你就不能夠指責俄國 俄國的方式就是透過這種方式 所以他一直宣布不是俄烏戰爭 是俄國派的特別行動 然後以違和的名義進入 這是應這兩個共和國的要求 再強調是應這兩個共和國 這兩個共和國有沒有得到 國際承認沒有 唯一承認的國家 那就是俄羅斯 其他的國家並沒有承認他 好 這樣的情形下的時候 俄國打進去了 所以如果說這個 貝爾哥羅德的這個遊庫 是烏克蘭的軍隊所幹的話 這個很明顯的 就違反了政政罪 因為你對另外一個國家的 民用設施進行攻擊 不宣而戰 這是違反政政罪 但是問題就在於為什麼 烏克蘭他的軍方說不是我幹的 為什麼會說要查這件事情 他說是假的 是俄羅斯自己做戲的 對的 所以這個要查 這個要查 因為我們目前沒有任何證據 證明說是誰幹的 會影響戰爭發展嗎 俄國人說這是烏克蘭幹的 這樣的話是違反戰爭罪的時候 那就等於是 那麼俄軍對於烏克蘭的 軍民兩用的或是軍民設施 可以進行更猛烈的攻擊 那就等於是等下一波 也就是您所提到的 哈爾科夫的攻擊 可能會更加的猛烈 目前來講我個人的推斷 這是推斷 沒有任何證據來支撐我 但是我是用軍事的概念來推斷 我認為俄國現在把基輔的包圍圈 把它放大了 以前是一直說 我認為他現在是往外放大 放大的目的是 把彼此之間的接觸面下降 就是拉遠一點 拉遠一點 那俄軍的帳號會比較低 是 放大的時候 如果烏軍去重新佔領這個機場 俄國就可以用導彈來攻擊 從4月開始購買俄羅斯的天然氣 都必須要以俄國的貨幣 蘆布來支付 否則的話就會終止相關的合約 我們知道其實歐洲對於俄羅斯天然氣的需求 是仰賴度相當高的 至少有三分之一都是仰賴於俄國 現在法國跟德國兩國 恐怕會遭遇到天然氣隨時被斷氣的危險 美國總統拜登 禮拜二的時候 有在白宮跟新加坡的總理李顯龍 進行雙邊的會談 李顯龍說 希望拜登能深化與中國大陸的關係 但是也與其他國家強化關係 這句話到底是不是話中有話 更多精彩內容 請看今天晚上11點的新聞有情調 接下來我們來觀察的是在疫情的部分 面對現在大陸次波的疫情 不斷的往上蔓延 特別是在上海的部分 可以看到疫情的規模 已經超過當年的武漢了 上海是這波疫情的一個核心區 可以看到最近官方的部分 不斷的防疫措施是越來越嚴 統計在4月1號大陸上海本土確診數 除了再創新高之外 來到6311起 也佔了大陸本土病例有超過6% 都是在上海的部分 而相關的在上海 新國際博覽中心也緊急的 集中隔離收治點總指揮 上海瑞金醫院的副院長也有表示了 其實這個狀況跟當年武漢疫情來相比 其實大陸這次的疫情規模 比當時候的武漢還要來的大 但是在疾病的嚴重性呢 是比武漢來的低的 也就是在重症率的部分 是低出許多 那他也指出 如果有相關無症狀的感染者量太多的話 後續有可能會採取有條件的居家隔離 上海無論是著名的外灘或是以往總大塞車的高架橋 全空空爐也 沒車潮也不見人影 約有1600萬人的普希 罕見暢空城緊張震撼 大陸新冠感染單人新增近萬例 創新高上海就高達6000多例 佔了三分之二成了重災區 對比北京僅冒出兩三例 零星個案形成強烈對比 逢清明假期北京的櫻花季 人也多到管不了社交距離 即便張貼保持一公尺的社交距離 但根本沒人理 再往裡走 賣冰棒的小販鋪同樣大排長龍 櫻花樹下隨處可見脫口罩吃冰棒 或是為了拍美照不戴口罩的遊客 疫情下部提倡跨省旅遊 人卻擠爆北京的賞音勝地 因為連北京都出不了 所以說就是散散步我溜了一下 即便賞音的人多 但專帶遊客外拍的店家 對疫情的衝擊特別有感 我穿的這個是衛進南北長歐時期的一個服飾 我組織的是一些客戶們來玩 那這樣子一個客戶大概收費在多少 幾百吧 這個疫情其實還是比較影響的 為期一個月的櫻花季 疫情錢能賺進約新台幣30萬 但疫情來了之後 生意掉了七成 目前大陸新冠疫苗已接種32億劑 花了5000多億人堅持動態清零 這裡謝謝佩玉北京報導 新的疫情又讓大家人心惶惶了嗎 大家可以看到其實在中天的攝影棚 我們是全天候都有使用了 就是這個最安全最環保也最有效的 旺旺水神的霧化器 這個霧化器裡面噴的就是旺旺的水神抗菌液 它其實非常的安全也不會傷身 裡面的成分是微酸性電解次氯酸水 溫和也不刺激 再來幫大家科普一下 其實水神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 會還原成水 沒有殘留也就不會有污染了 一天的話你使用1000遍100遍 也都不會刺激你的皮膚 或者是你的雙手 那除了成人小朋友可以用之外 兒童跟孕婦也通通適用的 因為水神它是最安全的 不會傷及人體 最有效最環保之外 還能幫助空氣來進行清銷 對於大家如果長時間 你可能有要搭乘相關的大眾交通工具 或者是在外面的時間比較長 你可能跑業務等等 會有很多人與人交流的時間 跟空間的話 這個時候記得請噴水神 那在水神的部分 現在還有這個生成機 生成機的話也就是 如果你覺得很快水神就用完的話 你乾脆就買生成機回去自己來做 因為想要過健康的生活 其實更需要的是旺旺水神 來幫助你當作防疫的好幫手 至於在水神生成機哪裡買呢 請上快點購 輸入小畢的推薦代碼 CTI008就會有相關的折扣 人生就是你越思考 越讓你無法理解的東西 你是為最小的嗎 遇到煩心事情呢 不要太為難自己 吃點好吃的 喝點好喝的 做點開心的事情 我的人生注定要成為一隻 幸福的小米蟲 親民節 傳統就要來吃潤餅了 有沒有人跟小畢一樣 很愛吃潤餅呢 在彰化的潤餅皮老店 早早就來備戰了 動員整個家族 二十多人 準備了六十... 四十... 四十... 六十... 四十六口爐子 來製作餅皮 年紀最小的 第五代只有八歲 小小攤位 潤餅擺滿滿 老闆的手沒停過 有菜有肉 還包進特色油麵 我第二代 四十幾年了 親民節應景吃潤餅 民眾冒語排隊 鏡頭再轉到彰化北斗 親民節才看得到的壯觀畫面 四十六口爐子一字排開 製作應景的潤餅皮 家族總動員二十多人 從全台各地回來幫忙 那特地從哪裡回來 台北市 小時候很討厭 現在在這個年紀 就覺得這是一種傳承 老字號潤餅皮 傳承到第五代 年紀最小只有八歲 妳來幫忙幾天了 兩天 是不是昨天就請假了 還不錯 這樣做會不會很累 不會 親民節這個時間都很忙 所以我們來幫忙 家族從三月初就開始忙 每天睡不到幾個小時 但今年什麼都漲 老店也撐不住了 一斤價格從140調整到150元 140塊賣了五年 那今年真的是沒有辦法 我們只是反映在 麵粉一些原物料的成本 可以啊 這麼好吃的東西 當然是可以接受的 年假第一天 顧客避開人潮 早早才賣 雖然嘴上說還能接受 但過年過節 免不了又要多點支出 這波最新的疫情 14個縣市都有確診更案 目前的話 只剩南投算是唯一的淨土 因為雖然在當地 有確診者的足跡 但是還沒有出現確診者 清零廉價的話 包含像是在紫南宮 相關的休息區 都湧入大批的遊客 而儘管這些地點 才被公布有確診 重疊的足跡 民眾還是照去 沒有在怕 台中溫馨森林公園 民眾撐傘等待 排隊人潮滿滿滿 南投的活動中心也是一樣 人手一張小黃卡 都是要來打疫苗 全台疫情升溫 燒出民眾的警覺心 廉價第一貼 別急著出門遊玩 先來打第三劑 一個多小時了 大概一個半小時了 南投張星國小的接種站 原本預定要打400劑 卻來了600人 疫苗不夠大 只能追加再追加 想說算了 我要去各個地方看 所以你們要打到這樣 對 已經等了多久沒有打到 沒有 我剛剛看算了 身為全台唯一淨土 這一波還未出現 確診病例的南投 謝民謀起來打第三劑 因為遊客一波接著一波 紫南宮壽天宮 南投服務區 人車潮絡繪不絕 其實這三個店 才剛被公布 跟基隆確診者的足跡重疊 很多地方都有 就是只能自己小心 敷口罩不要隨便拿下 因為就是現在全省 多多少少都還是有一點足跡 那生活還是要過 光是南投服務區 早上就湧近一萬五千人 整天下來 預估會破兩萬五千人 可見民眾沒在怕 有足跡算什麼 該玩的還是要玩 這次我下集 文章錦城南投採訪報導 等一下八點的整點新聞 是慧榮主播在線上 跟大家來做互動聊新聞 所以記得八點鐘的部分 我們子頻道也有做雙開 提醒大家一定要雙開 並且要提醒大家 記得要按讚來應援 我們來看到的是 在2022台北市長的選戰 進入到了白熱化階段了 其實不管是國民黨民眾黨 有意參選的候選人 目前來說雙方都還蓋著底牌 沒有來公布 但是國民黨的立委蔣萬安 以及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 近期來說 兩個人的對決 感覺攻防一波接著一波 議員王橫維就認為 這些操作 目前都是口水戰 一樣用蔣家血統去扣你 對 就打這種 這種惡意的操作 其實我覺得民眾 其實也看得很清楚 其實兩會蔣總統 對中華民國 他們這邊的土地 是有極大的貢獻 這個事實不容抹滅 所以我感到非常的驕傲 也心懷感念 我認為這樣的一個風格 世上不大像黃珊珊 因為黃珊珊 當任台北市的副市長 大家比較期待的 她是應該專注市政 應該是一個比較在市政上去專注的人 而不是在政治的口水戰 成為一個小辣椒或者是一個主動的發動者 而蔣萬安看起來過去都比較溫和 但是現在他只要被攻擊的話 一定會起來捍衛自己的權利 無論如何在這場台北市長的選舉裡面 大家還是會希望除了這樣的一個口水戰之外 還是應該看到一個實質的市政的願景和規劃 所以我們當然還是期待整個台北市長的選情 在越來越熱的之後 不是只有雙方的一個炮火和攻擊 更重要的是拿出實質的公共震設和台北市的一個願景 可能會讓台北市民覺得比較安心 其實黃富他一直以來都是非常理性問政 他也並不會去做人身攻擊 他都是就事論事的 現在雖然雙方都還沒有正式的來提出參選 沒有來宣誓參選 但其實所有的選民都在看 到底誰的論述比較好 又或是真的有做出了一些市政的成績 這些都會變成是未來大家投票時候的一個依循